咦?你今天這麼重裝備? 拍照嘛 對了,今天天色不錯,不如你幫我拍一張照片 等我換一張照片 想怎樣拍? 拍到樣子,拍到美景,漂亮 總之漂亮就可以了 好,試試看,走過去 好了嗎?看過 你是不是要拍照?攝影師 拍到我又黑,後面又黑 只是拍一張盒子都差不多 好了,開閃光燈,我們來拍一張 行了,開閃光燈了 喂,怎麼反光? 白光了,像白鬼一樣 你懂得拍照嗎? 不是這樣拍的嗎?開閃光燈了 不懂就上網學一下吧 不是這樣用的 你這樣用 當然是死了 只能拍到人拍到背景 那怎樣後面背景才能清晰呢 我來吧 閃光燈簡單來說就是閃的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通常相機開了閃光燈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叫做最慢的快門速度 設定了 現在就是60分之1秒 即是說你開了閃光燈 快門就只有60分之1秒 它的測光就只靠閃光燈的主體 那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要啟動一個叫做 慢速同步的模式 對 沒錯 你看不看有一個 slow 字 是 啟動了這個模式之後 相機就會懂得去 好了 啟動了這個模式之後 這部相機就會懂得擦光 再用背景擦光 如果背景需要的反面速度 是慢過60分之1秒的時候 它就可以用它慢過60分之1秒 然後再補一個閃光燈 那你就可以同時拍到背景 也能拍到人了 就是了 好 不如你示範來看看 好 走開 走開 是不是差很遠啊 哇 這些才是真正的攝影師嘛 喂 但是我剛剛買了一支閃光燈 跟你這個閃光燈有什麼分別呢 最主要的分別呢 這支的火力是大很多的 就是可以站遠一點 也可以閃得到 而另外呢 用這些閃光燈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叫 非閃的功能 就是閃光燈不需要再放在這裡 好 我知道 放遠一點 沒錯 這樣拿著來閃 這樣就可以拍到更多不同的效果了 喂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容易拍了 這次可以拿我的電腦來吧 蛤 不是給我的嗎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影片 令到你學到東西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喂 我的電腦呀 按都不回 按觀看 那麼하면서 翻譜 再錶一 vein